家家户户晒酱肉 街巷弥漫着浓浓的酱香味 酱排骨 酱鱼 酱鸭 酱骨花 江南骨这的酱肉为何如此诱人 又能做出哪些江南地道的舌尖美味 半山腰上的水果酱鸭 毛烟鸡 您听说过吗 浙江还有哪些创新的流行吃法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浙江的冬天空气中都弥漫着晒酱肉的香味 对于浙江游子来说 这才是家乡最温暖的记忆 绍兴安昌古镇 地处杭州湾南岸 始建于北宋时期 又于明清时期重建 如今家家户户依旧临水而去 自产自销酱货的传统习俗延续千年 上午古镇居民胡国庆早早地起来 准备去查看一下他家正在晾晒的酱货 特点就是酱香味比较浓郁 再加上排骨的那种香味 就是口感特别香 这个排骨是猪里面就最好的 它的骨头也比较细 肉比较多 很香的五花肉是昨天刚拉出来 所以颜色看上去浅一点 它经过这晒几天颜色也会变深 各类酱货亮晒在狼岩的竹竿上 在阳光下晒出诱人的酱红色 在安昌古镇里家家户户做酱肉 虽说制作酱肉的方法大同小异 但是出来的品相和滋味却各有不同 可谓百家百味 洗干净以后先都是要拿新盐盐盐一下 把那个新水淹出来 回来拿酱油里面泡 我们这个酱油就是用黄刀跟面粉 这些传统的老方法酿出来的 就酿的时间比较长 至少要一年以上 无论是酱排骨还是酱香肠 酱肉的上色和入味 都是在酱质这个环节里完成的 所以酱油的制作和配比 可是家家户户捏在手里 绝不外传的独门配方 在酱油桶里腌制好的食材 就可以在太阳下晾晒了 纯手工制作的酱肉 从来都不愁销露 基本上就销售到江浙一带 你像上海 杭州 宁波 这一块要的量比较多 当然我这一园东北人也特别喜欢 我黑龙江 那边也有客人 像这个香肠今年就55块一斤 压制150一个 大一点的 小一点120一个 酱香味十足的酱肉 受到了全国各地食客们的喜爱 走在古镇里 记得发现酱肉的品种 比想象的要多 这个酱鹌醇 这个是猪的舌头 对笼开路 洗干净 酱一下 很美味 还有猪的耳朵 猪的尾巴 像这种长尾巴很香吃起来 我觉得邵欣的嘴巴还是有点刁的 他就比较喜欢吃香的东西 它酱过以后 它除了有这些食物本身的一个 细肉的香味以外 我们又加入一些调料以后 它有它的一个酱香味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本地人特别喜欢吃这种东西 年年都要上这些年夜菜 安昌的酱肉 除了由本地的食客和外地游客前来购买之外 也有不少来自海外的订单 有些寄到国外去的也有 更多的是一种家乡味 赵洪峰今天正好要制作酱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远销海外的家乡味是如何制作的吧 先将清洗好的鸭子均匀地抹上花椒盐 吊挂起来晾干水分 晾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个水稍微低点干 我们这会有我们这些蜜汁酱油 放一些什么香叶 啪嚼哈 大火啊这种香 我们把那个酱油一起烧 烧好以后 让它冷酱油冷却 冷却完以后 然后我们用这个鸭子 把它在酱油里面再浸泡 将鸭子放到调制好的酱油中 腌制六个小时 当鸭肉本身的香味和香料的味道 完美融合后 就可以晾晒了 就晒到它这个 一个是颜色色泽 有点红润了 第二个就是它就不再滴水 就肉一开始紧实起来 同样也让它干一点的话 就不容易变质 延长它的一个保鲜时间 但是它鸭肉厚的地方 它很难通过太阳的光照 把它晒干 它是需要靠风 就是最好就是冬天的西北风 把那个肉厚的地方的肉 都吹干了 味香 味壁 还有这个是去腥的也是去腥的 花椒 还有香椅 还有加烂酒 黄酒能像 真像 加烂纸和煮开很香的味道 把这个五花肉 十号两根再把黄酒去酱油 酱油充分吸收香料和黄酒的味道后 要在阴凉处放凉 等酱油冷却后 就可以酱五花肉了 看着家家户户晒酱肉 意味着年也越来越近了 在嘉兴乌镇的老街上 一家始创于清道光年家的酱鸭 被当地人称为是最有地方风味的酱鸭 那么这家的酱鸭为何能流传之间 是如何制作的 又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呢 这个汤是老汤 就是这个汤一直产生下来的 原来秘诀在这锅独家老汤 在老汤里炖煮的鸭子 鸭肉的肉汁和鸭皮的胶质会渗透其中 老汤在反复的炖煮后 厉久弥香 口感醇厚 我们这个鸭子收过来以后 细毛细内脏清洗好以后 开水中煮一下 油沫 血沫什么都打打掉 以后再来晾干 晾干以后这个鸭子再第二次 要入味 放盐 糖 味煎 香料之类的 煮的时候就是让它的皮肤油脂 都再去掉一笔 肉脂再紧致一点 就是一共要煮三次 为了保证鸭子的皮完好无损不破裂 吃起来也更有嚼劲 每次煮制都要将鸭子晾凉 要经过三煮三量 而这第三次的煮制 就要将鸭子放进的老汤中炖煮了 经常稍微翻动一下 鸭子跟鸭子贴着的地方不容易进汤 所以我们这个颜色也不容易调理好 所以我们基本上异度主义 就是拿个勺子慢慢慢慢地 稍微把它冻一下 让它的汤汁充分把这个鸭子 全身都浓落进去 经过三次的烧制 鸭皮表面已经没有多余的油脂 而鸭肉中的油脂也被逼出大半 此时的鸭肉紧致有嚼劲 口感达到了最佳 在文火的慢慢烧制中 老汤的味道从外到内渗透至鸭骨 大约烧制30分钟后 降鸭就烧制完成了 这个鸭子外观也没有铺绳 皮质也比较鲜亮 整体的味道玄中带甜 我们一种年味菜 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那么蒸的菜我们就是酱肉 我们一般搭配什么呢 我们搭配笋 酱肉比较香 笋这个时候是非常鲜的 酱肉蒸笋听起来是既简单又可口 这个酱肉你看周边这个已经渗透力很强了 已经渗到有发酱油色的 接近酱油色的那个颜色 那致命这块酱肉已经降进去了 笋的话我们一般去壳打成薄片 切好的笋片垫在盘子下面 随后把切好的酱肉薄片 均匀地铺盖在笋片上面 不留空隙 蒸的话它的味是往下沉的 那么正好这个酱肉的咸味 沉到在笋上面去了 笋也很鲜 肉也很鲜 就是两者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准备好的酱肉和笋片 在即将要放入蒸锅前 还要加入一些调味料和葱姜 进一步增香提鲜 最后一步我们淋上了菜油 菜油的话就是我们当地的菜籽油 打出来更加跟笋肉和菜籽油 结合之后它味道非常的地道 就是我们本地的江南味道 酱肉除了可以和笋搭配之外 厨师诸位还准备叫大家 制作一道地道的嘉心黏味菜 池菇的话因为它定粉含量也比较高 然后它本身原有的味道比较淡 所以我们用酱肉和咸肉去蒸它 一个是有两种寓意 一种是文物酱腌肉 还有一种就是说咸肉蒸慈菇 一种碾味菜的寓意在里面 慈菇它象征着一个形状 蒙风生涯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吃了慈菇来年之后 就会世界生活真正上了 水开后将准备好的菜 上锅蒸制15分钟 这两道江南味十足的酱肉蒸菜 就可以出锅了 酱货是属于浙江人的乡酬 而即使在浙江 每个地区的做法和口味也略有不同 在杭州靖山镇 这里的酱鸭被创现出了全新的口味 在传统的酱鸭的口味上 是做出来的 就是自己不断地摸缩出来的 在自家的农庄里 猪秋英正忙着切水果 桌上摆满了多种新鲜水果和香料 看到这些水果 是不是很难想象 它和酱鸭能有什么关系 原来猪秋英制作的酱鸭 是有着水果的 它和酱酱酱油 和酱酱酱油 因为苹果有清香味 这个山楂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橘子 蠢子 柚子 这三种它的皮可以去腥 果肉是蛮鲜的 还有这个甘蔗的甜度 切碎 让它这个果肉的香味 可以更融合在那个酱油里面 跟酱油融合 为什么我每年酱肉 可以做到三四万斤 而且酱鸭可以做到六千多只 我还不够卖 为什么 这就是这个酱油的味道 它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独特的味道 大火将未调味的酱油烧到起泡 这时就可以加入水果和香料了 清甜的凤梨搭配微酸的山楂 水果在酱油里释放出清爽的果香 再配上酱油的香气 闻起来已经是十分诱人了 虽然掌握了主要的食材 但是配比不到味 也是出不来好味道的 酱油的一个配比 它才吃出来那个酱油 那个不咸 那个肉压不咸 那香 又带有那么点 就是吃进去有着诱惑的味道 各种食材在浓油赤酱中翻滚过后 独家秘制的腌制酱料就熬制好了 熬好了酱油冷却后才可以制作酱鸭 冷却之前 猪秋英还加入了独家的秘方 在等待酱油冷却时 洗净的鸭子也要开始准备了 这个叫小肿奔鸭 它的肉厚度刚刚好 给它洗净以后退毛去内脏 然后就这个厚度 你看这个鸭的那个鸭肉 最厚的地方 十公分不到 六七公分的样子 我给它腌制出来的肉质 是非常瘦的那个味道 就是酱油的味道 是刚刚好 这个鸭不油 你看它没有油 特别清爽 流头去搅 这整个鸭 它酱好以后就非常的漂亮 水果酱鸭的鸭子 是当地散养的小笨鸭 为了保证肉质 在腌制的时候依旧完整 吃起来有韧劲 要选九到十个月月龄 毛重五斤半到六斤的鸭子 将准备好的鸭子和猪肉 放到酱油缸里 接下来就是需要时间 来给酱肉增色入味 鲜香被锁在了肉里 在腌制的过程中 猪丘鹰需要做的就是 每天三次翻缸 经常现在翻缸 就是使它那个肉 肉味更均匀 颜色上色更均匀 它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会翻出来 它会下去 已经一部分肉已经下去了 就上面的肉已经到下面去了 下面的已经要下来了 如果分开来讲 一个缸基本上降75到80个鸭 肉可以降四五百斤 对于竹球鸭来说 每次翻缸都是个力气活 但只有每日按时翻缸 才可以使酱油的香气 香味渗透到鸭子里 将腌制五天的酱鸭挂在通风处 自然的光线 将一只只肥瘦的酱鸭 晒得透光油润 一周后 这些水果酱鸭 就是餐桌上 最具烟火气的美食了 这些特色的东西 融合在米里面一起烧 做成包整饭 那个包整饭香味更加的浓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天一包玉米 基本上还要吃杂草之类的 果园里面有虫 草 都是给它吃的 它晚上住在哪里呢 树上 不带鸡窝的 每天就是自然活动 它的运动量非常大 散养的鸡 运动量大 肉质紧实 一只小鸡从蛋壳敷出之后 就会放在鸡上 在果园里一般养到六个月 就可以食用了 而做毛炎鸡所用的鸡 最起码也要十个月以上 这样肉质才会更解实 它的那个蚁毛已经长得丰满了 尾毛非常那个倦钱 然后它的那个肉质皮肤 内的皮肤呢 已经基本上是已经黄色为主 鸡的分量基本上是在五斤左右 它比较健康 如果不健康的鸡 它的毛色是不会发亮的 是暗红色的 毛炎鸡的时候呢 最起码要保留百分之六十的毛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毛色不好 不丰满 那就很难看了 那毛炎鸡用的是公鸡 还是母鸡呢 其实都不是 采用的是被烟割后的公鸡 当地人说 只有这种鸡肉质才更细腻 而且无腥山味 这第一步 跟川鱼地区做腊肉差不多 先要炒盐 做毛炎鸡的盐呢 我们采用的呢 就是一般的食用盐 在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呢 这个盐起到的 给毛炎鸡的起到什么作用呢 深色 肉的提香 在炒制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要添加花椒 也是给鸡肉呢 腌制当中呢 吸收一定的那个香味 炒制过的盐和花椒 散发着阵阵香气 将花椒盐炒制到微微焦黄后 就可以腌积了 用热水退去鸡尾翅膀等 部分较大的羽毛 并且去除内脏后 将花椒盐均匀地涂抹在鸡的表皮 毛炎鸡本身就是带毛 腌的 那毛呢 就去掉三分之一之后呢 露出一部分的皮肤 然后呢 这个盐可以渗透进去 完全让它清净它的皮肤 进行腌制 内外都需要用盐 磨仔细磨彻底 这样才可以使盐 通过毛孔渗透进去 更好入味 剩下的鸡毛 也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腌制完之后呢 我们再用稻草 给它完整地包扎起来 稻草嘛 一个通风 第二个呢 稻草本身有一股香味 晾菜时间呢 比如说是这个稻草里面的香味 也可以浸入鸡肉当中 挂在那个阴凉的地方 晾干就行了 晾上12天到15天左右 我们就可以吃了 在用稻草包裹鸡时 要确保将鸡完全包裹住 防止有蚊虫叮咬 要吃了 把稻草全部打开 然后呢 烧开水 然后重新 把这个鸡啊 放在开水里面 重新去毛 洗干净 切块 然后 或者是蒸 或者是煮 经过半个月的研制 毛烟鸡综合了花椒 盐与稻草的香味 鸡肉紧实 香气自出 别有一番风味 用蒸笼隔水蒸熟后的毛烟鸡 外黄里嫩 味道深厚绵长 除了清蒸 毛烟鸡与其他食材 搭配制作出来的菜肴 也有着别样的纯香 这道毛烟鸡炒螺丝 腌制的味道 就正好中和了螺丝的土腥味 这些浙江老底子美食 您都学会了吗 冬日暖阳 一起来品尝江南的味道吧 咸鱼茄子包 梅香咸鱼蒸五花肉 马椒咸鱼加肉饼 令人垂涎欲滴的菜品 有来于美味咸鱼的催化 梅香 食肉 淡口 咸鲜 不同口味的咸鱼 怎么吃才最香 水咸 干咸 盐藏 深晒 不同的制作技艺 都有哪些讲究 手工制作和机械风干的咸鱼 又该如何区分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优优独播剧场——YX